男童回医院复诊,在走廊上跑来跑去一点都看不出来,一年半前那一场车祸差点性命不保。 9岁男童发生车祸时强烈撞击导致右心室破洞,足怀下粉碎骨折,而且骨肉仅剩两公分皮肤相连。 严重创伤,紧急开心手术,再以负压辅助伤口治疗,保住性命也免于截肢。 当时送来我们疑狱的时候是发现他心脏远破一个洞,同时在下肢的部分,从大腿,脚踝,脚掌的部分多处的骨折,骨头粉碎。 另外一个比较严重是他在主化以下的伤口,皮肤、皮肉跟骨头因为强力的拧压造成皮肉已经分离了一个很大的伤口,末少血医院也不好。 光田医院医疗团队表示,男童宋达医院情况危急,若未及时抢救,一般成人几小时内就会死亡。 索性在团队紧急开心手术下,10分钟内就找出右心室2.5公分破洞并且修补缝盒,插胸管救命。 我们是用这个负压的一个机器,它是将这个伤口密封起来,然后用个吸盘连接这个机器。 那机器可以持续使用一个负压式一个吸力,那既有这个吸力让血液集中到这个伤口的附近。 那这样子呢,伤口血液血管会改善,那它的整个肉牙组织的增生之后呢,那个伤口的范围会变小。 在医疗团队经过三个月住院治疗以及后续复健,男童目前已康复,而且已经可以跑步,骑自行车,打篮球,也重返校园读书。 男童家长也非常感谢医疗团队的抢救,让他的小孩现在可以活泼乱跳。